他一出世开始 就因为防胆 而其中夹降多 所以才发现很少的一个肾脏 其实他天生只有右边的肾脏 左边是没有的 而且他原本的右边的肾脏是 发育不是很坚确 一般人的尺寸更小 他整年三岁多 他一出生到Senton 他其实处于好像第三或第四期的肾脏病了 因为他还很小的关系 所以我是尽量希望不要让他的病情更加 看来有机会不需要让他死生 如果是说疼痛什么方面 我都很难去跟他勾复到 因为他已经很害小 阿姨不会说 这里痛那里不幸福 会弄不到 所以是说尽量不要这么早点他死生 直到现在这个三月为止 他的那个病情就是越来越严重 他已经拖到已经是end stage了 最后一起用是手不能再拖 身杖功能已经几乎剩下七八千了 所以已经是说几乎是不能炒住了 所以是需要牺牲了 然后再不牺牲的话就可以可以拖 所以有点时间 现在先开始做准备咯 我们入院呢 那方面呢就是先做几步啦 几步是大购卖的擦管洗水先咯 然后再做腹部的那个擦管和洗水咯 因为他是小孩子的 医生自己家建议我们是给他晚餐洗水 因为用冷水用机器洗水 因为机器洗水呢 因为他一天大概要操作12个小时 但是他每一次只需要 碰到他的厂口一次 就是这种紧密的干燃液 因为一般如果 普通如果我们用所谓的 美诺手洗是可以 是一天需要4次这么多 是每一次是4到6个小时 间隔人家洗一次 所以一天要洗4次哦 每一次是大概半个小时 是45分钟这样 姐姐姐她还是小孩子 她比较难 乖乖坐在那边 那么 帮她洗 弄洗身的东西啦 所以是说如果最好是 因为如果我们英文群 她是在网上进行 是属于睡觉式的哦 就是说晚上提前 比如晚上8天开始 就到第二天早上8点 她大部分的时间 是睡觉的时间 所以会比较好操作 而且她的这个东西不便宜 大概一个月是租屋的费用 是因为现在的费用 大概是4千块左右 一会正确的数字 我也不是很清楚嘛 因为现在因为这样子 没有budget了 所以我们这些 最要是需要是几层的费用 这些费用 就会有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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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